主席哥請教一下部長 請部長 部長 你好 日韓都選出新的國家領導人 再加上中國習近平國家主席 在東北同時有三位新的國家領導人 不管是民選或者是此派 當然對於周邊國家像台灣 這個當然影響是相當大的 所以今天特別排了專案報告 你的報告跟國安局的報告 我都好好地把它研究了一下 國安局大概就把總體的 不管是安全的局勢 或者是地緣政治 或者是經貿的布局 未來的發展都做了一個分析 但是政策的執行單位 畢竟還是我們外交部 所以外交部的報告裡頭 大概也特別針對這些情勢分析之後的一個因應策略 所以簡單講 你們認為在日本的工作上 要把握自民黨有台契機 邀請訪華 經貿交流 青年文教交流等等 深化特別夥伴關係 那在韓國的工作的部分 提到說是普警會跟我們的情誼 有加拿大的一個空間 那促使韓方優先考慮跟我們成立這個台韓FTA聯合研究小組 洽遷FTA進行評估研究 這個大概我曉得沒有 這個沒有曲解我們部長的意思 這個報告 我請教一下部長你看過嗎 看過當然 你看過 那很奇怪 我就真的是搞不懂 對不對 那國安局 國安局的報告裡頭 就特別提到說 這個跟韓國的FTA 這個部分 因為它中國的一個壓力 這個FTA不太可能 短期內不太可能有實質的一個進展 跟成果 對不對 那我們外交部 就特別 日本不提FTA 卻在韓國的工作上提FTA 這個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搞不懂 到底是什麼原因 沒有 我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去年我們跟日本簽署了 投資保障協定之後 我們跟韓國現在也在進行 這個投資保障的這個部分的研議 那我們還是希望說 我們跟韓國方面 希望能夠在未來 能夠就這個可行性研究的部分 來做一些探討 這是一個努力的方向 事實上除了韓國之外 我們現在跟印度 印尼 印尼最近我們才公佈這個可行性的報告 還有跟菲律賓 還有跟越南 其實我們都在進行 我想可行性研究 事實上是一個比較非正式的一個方式 能夠積極讓對方了解說 雙方面推動FTA所可能獲製 雙方面的利益 我們希望能夠做進一步的看 那個部長 沒有人反對你簽FTA 我一開始我也在講 沒有人反對你跟我講什麼印度 講了一些新興國家 東協這些國家 沒有人去反對 這種區域經濟的整合 不管是中國主導的東協加三 日本的東協加六 美國的TPP 各有各方的經濟整合的一些運作 或者是經濟整合的一些 逐漸的這種面貌 逐漸呈現 所以你跟其他國家就簽訂FTA 這個是台灣外交工作 我認為對我們 除了國防安全以外 是外交部最重要的工作 對不對 那你在你的報告裡面不提日本 對不對 那你卻在 這一個韓國裡面 你再提 這個所謂的現在考慮成立 才成立FTA聯合研究小組 那我現在就要問一下部長 考考你啦 對不對 我們跟日本啊 日本國會裡面有沒有FTA研究小組 你不要打小報告 我的了解是過去 有曾經做過這方面的努力 有沒有 你現在有沒有 你都搞不清楚 有沒有 過去我沒有處理過那個部分 你沒有處理你現在當部長啊 你的優先工作 我為什麼要去跟你提這個問題 在去年 蔡英文主席啊 這個拜訪 在十月的時候拜訪 這一個日本的這個 這個當時的前外相 前緣陳思 就特別提到他主動前緣陳思 提到說 FTA對台灣跟中國 這個 這個 日本來講 這個是相當重要的一個利益 所以他認為 這個部分 包括日本政府跟我們 我們這個台灣 必須就這個洽簽FTA這個部分 必須加緊這個 這個研究相關的這個角度 這個簽署的這個洽簽的這個腳步 眾議院的副議長 魏騰曾四郎 他也提到說他在國會 在國會已經成立有關 台日FTA的研究會 所以這個 大家都知道的是你部長你進來了 你說你不知道日本國會有沒有成立 那我現在再問你 日本政府有沒有成立 你是不是知道 這個部分我 你也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 不過我可以跟委員報告 就是我們現在實務上在做的部分 事實上我們跟日本已經在進行一些這個 堆積木的方式 在進行 堆積木 包括這個 包括投資的部分 包括這個 這個部長 包括相互承認的部分 你不要跟我講這個外行話 投資保障協議是程序性的協議 又沒有談到所謂的商品 這個貿易自由化的這些實質的項目 開放的項目 完全都沒有提到 這在所有經貿協議裡頭 是最低層次的這種 最基本的一種 最基本的一個協定 對不對 這個不是一個高層次的 這種自由貿易化的一個談判 所以 沒有就沒有 所以我今天來就是要提醒我們部長 對不對 你的報告裡頭 提韓國 你提到FTA 但是 安倍上台之後 這個對台灣那麼友好 對不對 過去他在擔任這個 自民黨幹事長的時候 不是也提到嗎 周冰有事 對不對 那個我們了解 共同的戰略 台灣海峽是 美國跟 日本共同的戰略 對不對 是 圍擊到日本的國家利益 必要是一個動用軍隊 對不對 安倍對台灣的友善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 不管這個 韓國日本更換是首相 你優先的順序 日本的首相對我們那麼友好 對台那麼友好對不對 你應該在你的工作報告裡頭 談到說 有關FTA的這個相關的這個推動 我們要加緊腳步 這個才是最重要嘛 我們有強調經貿合作的部分 有特別提出來 這個部長 你看了我真的是搖頭 你知道嗎 你韓國 你在講的那麼具體 這機會不高 被國安局潑冷水的 你把它列入你工作目標 你隨手可得 機會比較大的 我們跟日本的貿易 往來那麼密切 跟韓國又有很多產業是有這種 所謂的這種競爭的這種 關係 那你不去找日本談 你在你的報告裡 姿姿不提 我問你說日本有沒有FTA研究會 你也不知道 問你說我們日本政府 內閣裡面有沒有有關FTA的這個研究 你也不知道 那這個我真的是看了真的是 真的是搖頭耶 這個部長 沒有 我是說我們跟日本之間 事實上經貿的合作 本來就是非常的重要 也是持續在推動的部分 你不要想這些 這種官司的這種打法嘛 對不對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部長 我認為啦 今天是我們在政策做一些討論 對 這個日本台日之間的FTA 我認為對台灣來講 是相當的自為密切 相當的重要 不管是經濟的這種活動 民間相互的一個投資 這甚至對我們經濟的安全 國家的這個安全 區域的安全來講 這是相當重要 美國 這個重返亞洲 戰略的在平衡的計畫裡頭 TPP當然是一個 相當重要的一個 一個戰略的一個工具 對不對 所以這種經貿的這些整合 當然我們必須跟我們安全 有存此相依的日本 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嘛 所以我今天來就叫部長說 那有關台日的這個FTA的一個部分 我們政府的進度到底是怎麼樣 我今天台南就叫部長 這一個部分啊對不對 我今天不要浪費時間 來跟部長 大家講一些客套話 什麼經貿大家 什麼促進經貿合作 最近我們才跟日本 最近我們才跟日本 完成這個Mutual Recognition Agreement 我想這個將來 FTA事實上現在都是comprehensive 他有很多的chapter 其實這些都可能會未來 這個替我們的FTA來 創造有利的條件 部長回去好好的把這個部分 把它當作一回事啦 不要好不容易 現在安倍上台對不對 能做多久坦白講也不曉得 對不對 但是以他國會的一個多數 他在日本的這個 這一次選舉的這個結果 可以看出端倪 這個是我們台灣政府 必須優先 努力的一個目標 這是我們的機會 我們會來加強 好謝謝 謝謝 謝謝 謝謝陳其邁委員